它是红河县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原生品种 它虽然和普通米穿着一样的外衣 但脱掉骨壳后就露出了它红色的面庞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品种呢 不要走开 农广天地马上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云南省洪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的洪河县 分布着广阔的梯田 绵延埃劳山脉20多万亩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 已有1300多年的耕种历史 养育着哈尼族等十多个民族 现如今哈尼稻作梯田系统 已经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摄制组来到那里的时候 正好赶上宝华香 撒马把万亩梯田里种植的稻米 正在收割 这个稻谷搁下来真的是不太容易 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很少干农活的人来说 但是我看到我们周围这些哈尼族的老乡们 都干的是热火朝天 所以我也得加把劲 不能落后 梯田里生长的水稻 会根据海拔不同 从低到高依次成熟 整片梯田的收获时间 能相差一个月以上 这里的老百姓 沿用着最传统的手工收割方式 一家的水稻成熟 几家都会过来帮忙 生长于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上的红米 是红河哈尼梯田稻作系统的核心产品 从外观上看 红米和普通稻米相差不大 体型稍微比我们常见的稻米小一些 脱去表层稻壳 红米就会展现出自己的特有面貌 红米糙米的颜色非常鲜艳 去掉糙米的皮层和胚 留下的胚乳已经接近白色 略微还有些淡淡的红色 红米中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尤其氨基酸的含量更是突出 人体不能合成的八种氨基酸 红米就自带七种 经过千年的洗礼 如今的哈尼梯田红米 就更是物尽天责的珍贵食材了 割下来的稻谷要在田里完成脱离工作 给稻谷脱离使用的工具叫做骨船 就这样使劲甩是吗 打稻谷看似简单 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好的力气是不行的 常年的梯田劳作 形成了哈尼族的一些耕作习俗 比如男不插秧 女不离田 女人割道 男人打鼓等等 这与哈尼族男主外 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有关 劳动强度大 操作技巧高的留给男人 轻巧繁琐的生产活动 由女人打理 当地老乡到了农忙季节 早上会在家里 蒸好红米饭带到田里 现在我就是跟我们哈尼族的老乡 一起在我们的田梗上吃中午饭 来尝一点我们的主食 红米饭 这就是红米 红米饭 大家看这个红米上面 真的还是有红色的条纹 这就是它的特点 而且米粒本身也有一点发红 不像我们平时吃的大米白白的 对 它是红的 我赶紧来尝一尝 这个米啊 跟我们平时吃到的米啊 的确是不一样 它煮于比较硬 比较散的这个米 这个米很有嚼劲 对 而且吃到嘴里面 有这个非常非常浓的 这个粮食的香味 对 有这个米香 红米饭 自家腌制的咸菜 再搭配上田梗上的天然野菜 中午饭 就这样在自家的田梗边解决了 种植红米 递出海拔 1000到1800米的高山区域 种植周期 一般为180到210天 也就是说 红米一年只产一季 母产量却只有350至400千克 当地人也曾想过 给红米追尸化肥 没想到 这种古老的水稻品种 虽然很能适应 高海拔地区的气候变化 但是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急不耐肥 施了化肥后 就容易发生倒温病等病害 即使是农家肥 也不能多食 于是 红阳有幸见识到 这里传承千年 独具特色的施肥方式 黄大姐 我感觉咱们一直是从梯田往上走 对 咱们这些房子都是建在梯田的上面吗 对啊 我们哈尼族就是这样 梯田在下边 然后人住在中间 再上就是森林 你看 对这边全都是森林了 对全都是森林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森林里那个泉水流下来 我们哈尼族就喝泉水 然后泉水又棍盖我们的梯田 哈尼族的村寨 一般都迎着阳光 溅在山腰 村寨的上方必然会有茂密的森林 为村寨提供水和木材 而下方就是层层叠叠的梯田 黄大姐啊 我走在这个村子里啊 觉得特别的整洁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我觉得好像是家家户户都有这么一个堆积 牲畜粪便的地方 为什么要把这个牲畜粪便堆在外面呢 对农民来说牲畜粪便是宝 你看堆在这儿 春天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些肥挑到梯田里去湿 然后平时呢下雨 这肥就自然地冲到这沟里 它也就顺着这个沟流到梯田里去了 它是经过每家每户 然后一直流到梯田 对于稻作之民来说 水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肥 在哈尼族的村寨里 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这样的积肥糖 牲畜粪便堆积在一起发酵 每年雨季来临 稻谷羊花抽碎的时候 肥料会顺着雨水被冲入沟渠 最后流入梯田 哈尼族的老百姓 利用村寨在上 梯田在下的地理优势 创造出特有的施肥方式 如果说这是仙人智慧的完美体现 那么在现如今的哈尼梯田里 延续下来的耕作智慧还不仅于此 黄大姐 他们这都在干嘛呢 在捉鱼呢 捉鱼 这里面还有鱼啊 有啊 哇 你看啊 那不是吗 你看啊 哇 真的有鱼啊 在海拔两千米的梯田抓鱼 是劳动也是一种游戏 收割完自家稻谷 帮邻居抓鱼成为此刻人们难得的放松事件 哇 太刮了 看我真的抓着一个鱼啊 这个鱼生命力很旺盛啊 梯田养鱼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 在梯田里养鱼 似乎仅仅是为了让鱼给农民增加点收入 却不知这传统技术中隐含的实际上也是一种智慧 来来来 下面走 哇 又是一条大鱼 而且这鱼个儿还很大 哎 黄姐 鲫鱼是哪来的呀 这是我们自己养的 它一样的是有的农户 它从街上买的那鱼苗嘛 哇 这鱼叫什么鱼啊 梯田鱼啊 放在梯田里的就是梯田鱼 放在梯田里的这个鱼叫梯田鱼啊 哇 我第一次抓这么两个大鱼 哇 晚上回去炖给你吃 谢谢黄姐 梯田是各种农田中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系统 一亩水稻田可能栖息了几十 甚至几百种的动植物和微生物 每年插秧之后 当地百姓在梯田里放入鲤鱼或者寄鱼苗 杂食性的它们 以食用梯田里的杂草和昆虫为生 在整个红米的生长过程中 人们不会给梯田 使用化学肥料和药物 鱼的粪便又为红米生长提供了天然肥料 如果您觉得仅靠这些梯田鱼 不能完全解决杂草和害虫 对稻谷带来的危害 梯田里还有它们 每年收割完梯田里的稻谷 这些鸭子就被放回到梯田里 这里面怎么会有鸭子呢 不是把那个稻谷收了吗 就有一些稻子会掉在田里面 把鸭子放在里面 它就会把稻谷吃了 这不浪费 梯田养鱼和养鸭 正是利用了生态系统 一物置一物的生物链道理 尽量少的减少外部投入 确保梯田的生态平衡和红米的质量安全 那一般我们就是等这个稻子收完之后 把鸭子放到这个稻田里是吗 不光是稻子收了以后才放 我们这是春天鸭插进去 分孽了以后就把鸭子放进去 等稻谷抽碎了又把鸭子关起来 然后现在稻谷收了 又把鸭子放进去 即使水稻进行了收割 现在这个季节的梯田里 也只有一些小鸭子 只有在整个梯田 全部收割完毕之后 家家户户的鸭子 才会被放到梯田里来 我看这么多的小鸭子 我觉得特别可爱啊 可爱吗 这不算多 我们家鸭子才多呢 是吗 您家还有鸭子呀 对 我是养鸭子的呀 听说黄大姐也养着梯田鸭 弘扬决定跟着她去看一看 没想到她的养鸭肠 却溅在梯田里 来来来来 大家看啊 这些鸭子不光喜欢吃玉米和稻果 还喜欢吃我们这些杂草啊 现在呢 我就跟黄大姐一起来 给他们加一点食 现在是水稻的成熟季节 原本撒放在梯田里的鸭子 被黄大姐圈养在固定的田块 每天给他们投喂一定量的青草 这个时候 也是整个鸭群最活跃的时候 无论是把鸭子圈养起来 还是撒放到梯田里 杂草都是梯田鸭最喜欢吃的食物 可以说 鸭子是梯田最特殊的除草工人 我们的鸭子是除草能手 所以把它养在稻田里 一方面就是可以吃那害虫 顺便也把杂草吃了 把杂草都吃了 而且我觉得这些鸭子 好像很爱吃这些杂草啊 我刚才不都在那抢 梯田养鱼和养鸭 利用了生态系统 一物制一物的生物链道理 尽量少地减少外部投入 确保梯田的生态平衡 和红米的质量安全 这种模式下生产出来的鱼和鸭子 品质怎么样呢 不要走开 农广天地稍后继续 重养结合的养殖方式 对红米的生长有利 这种模式下 养殖梯田鸭所产出的红心鸭蛋 也是让人刮目相看 梯田型鸭蛋 腌好的标志是蛋黄表面那层 滋润亮泽的油脂 在新鲜鸭蛋中 蛋黄中的脂肪 由于和蛋白质结合在一起 因此看不出含有油脂 通过一段时间的腌制 蛋白质会变性 并与脂肪分离 而这个时候 鸭蛋中的脂肪 聚集在一起 就成了蛋黄油 在这边有一句俗语 叫做云南十八怪 但用草包外 黄大姐已经把她的这些鸭蛋 都编成了这样 非常好看的串串了 大家看 是不是看起来很像工艺品啊 黄姐能不能教教我 我也想学一学 这样啊 给它弄远了 然后放进一个蛋 由于独特的地理风貌 特殊的气候状况 以及多彩的民族风情 在云南产生了许多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奇特现象 红阳看到的草包鸭蛋 就是云南十八怪中的一个 要说这用稻草包鸭蛋的方法 也是当地老乡心灵手巧的体现 云南地区多山 当地老乡赶急卖鸡蛋或者鸭蛋的时候 总会发生蛋壳碎掉的情况 用稻草把蛋包起来缓冲减震 蛋壳不容易破碎 还方便计算 使用的稻草也来自于自家的提田 时间一长 这种用稻草包鸡蛋或者鸭蛋的方法就流传下来 从鸭厂离开 黄大姐带红阳回到村站 刚进村子 他们就被一阵有节奏的锤打声所吸引 来来 哎呀 算了 来 看 这个就是充米啊 对 大家好 好 怎么能听懂我说话 听不懂 大家听懂这句 能听懂 那看来这个充米就是把这个稻谷的壳给它剥掉 是吧 对啊 木锤打在石旧里的稻谷上 充的过程就是给稻谷去壳的过程 充出来的壳是米糠 剩下的就是脱去外衣的红米 是让大人停一下 我让他停了 你看一下 好 你看一下 红鸭 你看 你看能看到点点红吗 这个是红米 对对对 能看到能看到 虽然上面还有一些骨壳 但是完全能看到被脱掉皮的这个米是红色的 冲开稻谷的外壳 米糠和红米混在一起 接下来还要用婆罗 抖去混在红米里的米糠 用传统方式冲出来的红米有些魄色 但丝毫不会影响它的风味和口感 过去哈尼族没有粘米机 家里的米都靠妇女们是用冲米队来给稻谷去壳 现如今 给稻谷去壳大多是用机器 可是哈尼村寨的老百姓 却一直保留着现吃现冲的习惯 每次冲出的米量 够一家人吃个两三天 不等吃完 家里的妇女们就会再次来到这里冲米 沿着村寨一直往里走 黄大姐把红羊带到了自己家 哈尼族的传统民居一般分为三层 一层养牲畜 二层住人 顶层则用来储存粮食 前百年来 这种房屋的建造方式一直延续 大家看现在黄大姐呢 给我换上了他们哈尼族的传统服装 大家看好不好看 漂亮吧 那现在呢我就要穿着这个美美的衣服 跟黄大姐一起来学习我们哈尼的美食制作了 好不好 大家 走 换上传统的哈尼族服饰 接下来还要学习哈尼族特色美食的做法 这些从梯田获取的食材经历了哪些奇妙变化 才会变成哈尼族老百姓家中 常见的特色美食呢 首先给红羊带来惊喜的 就是眼前这些红米 这么看是不是可以看出这个米有一些淡淡的红色呢 但是感觉这样红的不是很厉害哈 没关系 我这还有一碗白米 我们来对比一下哈 这么一对比 这个红是不是就红得很明显了 我们这个红米跟这个白米还是差别挺大的哈 而且大家看这个米汤哈 这个汤色有一个淡淡的豆沙色 也是放红的 制作红米饭要使用锣锅 由于长期烟熏火燎 每家每户的锣锅看上去都是黑黑的 它是哈尼族制作红米饭的传统炊具 浇洗过后的红米和水一起倒入锣锅 加点水 这个水要比那白米水要的多 这个米要多要多多少啊 要多四分之一 哦这个米要不平时我们煮的这个白米要多加四分之一的水 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是因为它种植周期比较长 米里面很紧实 这饭煮出来要比白米长很多 所以它需要那个水量就更多一些 它会更加吸收这个水分 把米入锅 接下来红米饭的制作只需要时间 现在我们火已经烧好了 那就开始做梯田鱼 做梯田鱼啊 我最喜欢吃鱼了 就是这个鱼了 对 把它拿过来 你看我们锅 而且咱们那个大锅还热了 先放点油 把这个鱼轻轻砸一下 先要砸一下这个鱼 小心啊 制作梯田鱼 需要先把鱼的表面用油炸过 梯田鱼是哈尼族招待客人的上等食材 梯田里长大的鱼生长时间短 肉质细嫩 用来炖着吃既容易熟又味道好 这个是葱吧 这是皮菜 大家看一下这个整根的啊 是不是真的很像葱 从这看就像葱白 然后像葱的这个须 但是从底下看呢 它又很像韭菜 所以这个撇菜是咱们当地 特别有特色的一种菜吗 对啊 我们哈尼族最喜欢吃这个了 最喜欢吃这个 对 什么菜里面他都喜欢饭一点 撇菜又叫宽叶酒或大叶酒 是百合科葱鼠的一个种 广泛分布在我国西南部的云桂川地区 就像洪阳说的 这撇菜看起来像韭菜 闻起来又有葱的香味 它是哈尼族老百姓做菜时 食用比较多的调味蔬菜 切碎的撇菜再加上云南本地产的小米辣 接下来要放入锅中的这味猛料 是哈尼族做菜时的法宝 再加点我们哈尼族的味精 哈尼族的味精 对对对 跟我们平时用的味精不一样吗 你看 哇 这个是哈尼族的味精啊 跟我们平时用的味精差别太大了 豆豉 哦 叫豆豉 这个 这个味道有一点 臭臭的味道 对对对 这个确定能当味精放吗 待会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哈尼豆豉 这个看上去黑乎乎闻起来臭烘烘的圆饼 被誉为哈尼族的味精 特殊调味料的加入 让这道看似普通的炖鱼 吃起来独具哈尼味道 锅里的炖鱼已经滚滚烧开 鱼汤泛白 把火稍微收小 一锅来自梯田 具有浓郁哈尼风味的炖鱼就出锅了 哇 好香 不光有鱼肉的香味 而且还混合了豆豉的香味 还有刚才 黄大姐家的这些菜的味道 炖好的梯田鱼表面 被各种切碎的梯田野菜所覆盖 先炸后炖的制作方法 让鱼外酥里嫩之鱼 食用的时候 还会感受到植物和豆豉的独特清香 做好了梯田鱼 黄大姐继续展示好厨艺 接下来要做的是哈尼蘸水鸭 制作这道菜 首先需要把鸭子放入锅中 白水煮鸭不用加任何调味料 开锅之后 黄大姐在煮鸭的锅里放入一把糯米 把糯米和鸭一起煮 可以让鸭肉更嫩滑 肉香米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更加多元 清水煮鸭看起来没什么稀奇 这道菜最大的特色在于制作一碗蘸水 哈尼族的老乡无论上山砍柴还是夏天栽秧 总喜欢随手采集一把可以食用的野菜野果带回家 这个野 野香菜 野香菜 这个叫野香菜啊 虽然叫野香菜啊 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香菜的味道 反而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感觉是可以作为这个菜的这个调味料的 无论是撇菜 盐水还是野香菜 都具有味道奇特 香腥味十足的特点 目的就是调配出一碗味道独特的蘸水 然而哈尼蘸水的独特之处 还不仅限于此 大家看哈我们这个蘸水呢 现在已经是红绿白三个颜色都有了 哎黄姐这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还不行呢 还不行 你看还有这个呢 这是鸭蛋吧 对啊 还要放鸭蛋啊 对啊 这是煮熟的鸭蛋不是生的 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鸭蛋切一下 这回咱们这个蘸水做好了吧 还不是呢 还有最重要的一步 还有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呀 鸭内脏 我们哈尼人家煮鸭就放鸭内脏 煮鸡就放鸡内脏 这就是我们哈尼蘸水的一大特点 把鸭肠鸭针这些内脏切碎放入蘸水中 加重了蘸水自身的味道 黄大姐告诉红阳他们这样做法的背后 另有奥妙 大家都认为内脏是最好吃的 所以七岁了人人都能吃到一些 各具风味的食材切碎 最后再加上锅里带有糯米的鸭汤 一碗具有哈尼特色的蘸水即将完成 哇我现在都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各种好吃的食材都混合在一起哈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让人想马上就把它吃掉了 这就是哈尼蘸水 我觉得这个蘸水让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往进加了这个鸭子的内脏 还有鸭蛋哈 我觉得只有加了这些东西才让这个菜变得特别特别 而且特别好吃 梯田里散养的鸭子 鸭肉散发出大自然的鲜香 再加上眼前这碗蘸水 绝对可以满足一个人对于梯田美食的所有想象 在红河县梯田勾勒出的柔美线条就像是人手上的掌纹 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让哈尼族的老百姓创造出世人惊叹的壮美梯田 而这梯田里出产的美食也馈赠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幽远绵长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